发动机,乌克兰与俄罗斯竟将把压相抵的王牌核心技术拿出来,渴望能获中国欢心,但是中国对此真感兴趣吗? 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得这么快,难道不能自言更厉害的宝贝吗? 11月5日,权威媒体披露,来自重庆的天交航空和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将联合在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四款航空发动机, 其中包括涡奖、涡尚等系列,但是,这一合作开发出的航空发动机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足轻重了, 所以,面对中国市场的残酷竞争,乌克兰一咬牙忍痛割肉,将起舞得紧紧的RD-843火箭发动机, 带来并且表示愿意分享技术给中国,RD-843火箭发动机是由, 绰号动力沙皇的著名的乌克兰南部设计局所开发,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固体燃料火箭之一, 就此,乌克兰的靠山北约的头头,美军就帮忙打广告, 他表示,虽然近些年中国在研制战机方面获得国际好评,甚至其技术有望达到世界前沿, 但由于发动机性能不理想的原因,始终不能让中国战机发挥出最佳性能, 而如今乌克兰的青囊相助,将让中国战机成为美军最担忧的先进武器, 看来北约应了那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望着嗷嗷待补的乌克兰, 做大哥的无法提供足够援助,就只能帮忙打广告希望中国解决它的销路问题, 发动机,对此,俄罗斯有不同看法,一位俄罗斯官员在航展开幕式上说, 我们这次访问就是要与中国航空航天公司,就有关RD-180火箭发动机的事项进行合作, 听,多有底气,因为RD-180火箭发动机的确不简单, 它是俄航天工业最后也是最大的王牌,它以煤油和液氧为推进系, 真空推力达到惊人的420吨,是世界最大的运载火箭能源发动机, 所以,有人说,俄官员的这一表态就是啪啪打美国人的脸,为什么呢? 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号称蓝星最强科技的美国也没有能力研制出这款发动机, 还要上甘子找俄国帮忙治疗心脏病,美国精英曾对此表示无法接受, 为此,两年前,美国国会要求禁止在2019年前,继续进口俄国的RD-180发动机, 但随后因为美国航空部门强烈表示臣妾做不到啊, 美国国会当即又取消了这一禁令,因为其实以美国的技术实力, 也很难在数年内研制出可替代RD-180的本国产品, 为此,美国还从俄罗斯增订了几十台RD-180发动机,来的都是客, 所以对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表决心,中国当然愿意合作, 不过,这种合作并非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呢? 长征火箭,因为在这次珠海航展上, 权威媒体报道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火箭家族, 可谓说果累累,成绩喜人。 据报道,中航科的已研制出的长征5号已运载火箭, 长54米,起飞重量850吨,起飞推力1078吨, 近的轨道运载能力大于22吨, 该型火箭是以发射空间战舱段任务为目标的近的轨道液体运载火, 而更加威猛的长征9号运载火箭, 其营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长征9号是世界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之一, 主要用于国内深空探测、载人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活动, 根据研制进度,极有可能在2028年前实现首飞。 于是,就有网友说了, 中国技术突发猛进, 所以俄罗斯、乌克兰赶紧把箱底都掏出来吧, 否则晚了,中国一样也看不上, 名义,图为交付中国空军的苏副35战斗机。 近日,据媒体报道, 中国从俄国进口的苏副35型战机的最后一批战机即将交付, 而拿到这款优秀的俄军战机后, 中国将对苏副35进行关键性的改造, 以直接提升其战斗力。 但同时,有观点认为中国如果拿到战机, 就会对战机进行拆解仿制, 甚至开玩笑地称中国可能在升级电子设备之后 可以将苏副35反销回俄国。 所以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 俄方为了防止战机关键部件被仿造, 直接将发动机外壳焊死。 当然,这种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 而俄罗斯方面也坦言这架战机在如今军工水平已经突飞猛进的中国面前, 已经毫无秘密可言了。 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军贸合作由来已久, 早在上个世纪俄罗斯独立之初就已经开始, 那个时候俄罗斯缺钱而中国缺装备, 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包括军舰、雷达、飞机、导弹等一系列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来到了华夏。 这批装备的空降到来极大的缓解了当时的国防压力, 帮助中国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期, 涂为中国空军涂装的苏-35战斗机。 在这些装备中最著名的当属苏-35的前身苏-27侧位了, 在中国前去进行购买谈判的时候, 空军最好的战机还是可以称为米格-21plus的肩负8, 而周边各国已经三代机满天飞了, 就连海峡那边都有了幻影2000了, 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国急需一种先进的飞机, 可是放眼世界能买的只有以前的老大哥家里的那一批货了, 原来俄国只打算卖给中国米格-29支点, 其实这种战机单纯只看机动性和格斗能力在空幽战机中也属上乘, 只是较短的航程和同时期较为简陋的火控不太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毕竟前苏联是把它作为前线战斗机使用, 纯粹的消耗品, 毕竟机场守卫者吗? 正当中方去谈判的人员决定将就一下时,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发现了性能出色的帝苏富27, 于是通过906工程史的这个传奇的家族终在中国落户, 图为苏制战机空中阴姿, 而苏富35作为苏富27家族的先进干员, 不仅继承了他的前辈的众多优点, 还对其部族进行了改进, 特别是之前普遍受人诟病的电子设备落后, 火控系统效率低等问题, 云坚充斥着传统仪表的座舱也被前卫的玻璃化座舱取代, 整体战斗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进入中国后, 苏富35将成为坚负20的最佳拍档, 经过改装之后可以更好的相互配合, 坚负20负责踹门, 苏富35负责掩护核队的打击, 强强联手在亚洲地区将无敌手, 当然, 中国将苏35的电子设施升级以后反销回俄罗斯是个玩笑话, 但该机将会像他的前辈那样撑起中国国土防空的大梁, 当今世界中, 隐身战机层出不穷, 应运而生的就是针对它们而诞生的各种克星, 其中, 大部分克星反隐身雷达相信大家已经在本季航展上已经一宝眼福, 我国无人机有很多种, 其中的彩虹系列可以说是备受他国喜爱, 而我国也因此在无人机领域的相关研制也越来越优秀, 因此在过去, 我国曾研制出一款造型独特的无人机, 甚至一度被外媒称之为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无人机, 近日, 我国这架新型造型独特的无人机再次闯进世界大众的眼帘, 神雕无人机卫星图, 据英媒报道称, 此前美国的商业卫星在马兰基地拍到了我国的神雕无人机, 不仅如此, 在英媒看来, 这就是神雕已经进入中国空军服役的证明, 神雕无人机是在2015年曾被媒体曝光过, 据称是由沈飞制造的一种高空长航时反隐身无人机, 粗看外表, 似乎与过去的P-38战斗机相差无疑, 图为神雕无人机, 神雕身为我国第二种大型高空长航时战略机无人机, 采用的是大展行笔设计, 这就使得它的机翼非常长, 这样一来, 即使在气压小的高原地区, 它还能够升到高空, 让敌方战斗机难以应付, 最重要的是, 它所搭载的雷达等先进系统让西方国家瞬间感觉到它的威胁, 这是因为, 据称神雕的机身周边搭载的十分不适有缘相控雷达天线, 如果是资深居迷的朋友们肯定已经发现, 这一雷达系统在今年航展上出现的概率可不小, 几乎强大的反隐身雷达都有使用相关系统, 而正是因为该系统, 神雕能够为我方提供360度全方位预警, 这将极大的提高我国的反隐身飞机以及导弹任务能力, 神雕无人机, 据消息显示, 强大的能力以及极少透露出的官方消息, 让美媒认为, 我国神雕恐怕是和美军的RQ-180无人机一样, 同是有着高度保密项目的战略及敏感资产, 因为在外媒看来, 神雕的出现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军, 毕竟只要中国投入使用神雕, 中国的海上干涉能力就会大幅度增强, 或许将能直接用远程武器攻打下美军的海上军用设备, 这一猜测无不可能, 毕竟此前有消息称, 神雕的航程是能够覆盖住半大的太平洋左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英媒报道称神雕服役恐怕还有所不服, 这是因为马兰基地曾试飞过多种我国新型无人机, 已然成为现在无人机的主要基地之一, 曾经彩虹复武也在这试飞过一段时间, 不能因为仅仅出现在那就认定是已经服役了, 恐怕令世界都没想到的是, 向来以高性价比出彩的中国无人机, 还能有这么强大的高端产品的出现, 假若像变为强像, 向来是中国最擅长的事, 而未来的我们只会在无人机领域做得更好, 没准那个时候就是西方国家努力。